可以炒房来这边 但实际上泰国的这个真实情况是 泰国这边某些楼盘 它会有两套价格体系 一个是外国人价格 一个是泰国人价格 有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挑战采访100个在泰国的人 今天要访问的是 黎明不是刘德华 来 欢迎 黎明 第一位获取泰国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证的中国人 自2015年就开始投身于泰国房地产事业 开发过30亿泰铢的都公寓及别墅项目 见证了泰国房产的巅峰和低谷 今天我们就连同这位泰国房地产大亨 一起揭开泰国房产的神秘面纱 就是有很多的中国的投资客 他们来到这里 然后买了泰国的房产 然后面发现这个房子 它是卖一卖不出去 所以租不出去 您对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 您可去看 很多一开始来泰国这边买房子的呢 会有一个误区 可能也是受了一小部分中介的一个误导吧 说泰国这边 你买个房子到时候把楼花一卖 能赚一笔钱像中国一样 那个时候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爆嘛 每天一个价砰砰往上涨 那以为说国外也是这种情况 因为泰国这边 本身它的这个房子户型比较小 主流户型的话就是二三十平三四十平 所以说它的总价非常低 那大部分中国人是买得起的 然后又加上一些误导性的宣传 可以炒房来这边 可以买了之后到时候过一两年准备建好之后 再卖掉赚一笔 但实际上泰国的这个政治情况是 房子的价格的涨幅是非常有限的 它是涨 但是涨得很慢很慢 不像国内 可能一年百分之一二这样子 那如果说五年之内你要出售的话 可能你要付雇物税费 你要付中介费 都不够直接付的 可能还要亏本出售 特别是一些楼花 其实是很难转掉的 因为本身开发商也还在卖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泰国这边某些楼盘 它会有两套价格体系 一个是外国人价格 一个是泰国人价格 那外国人价格一般会比泰国人价格高 百分之十到二十 特别是一些旅游城市 像巴提亚 土西岛这些地方 主要还是卖给外国人为主 你很难卖给泰国人 泰国人一般是 刚需为主嘛 投资群体并不多 你说特别有钱的买了度假可以 一般的民众不会去买的 对吧 所以说造成一种情况 就是说你买的这个外国人价格 本身比泰国人价格更高 那你到时候要卖的话 你怎么跟别人泰国人竞争呢 别人有的也在卖呀 开发商也在卖呀 你要跟他们竞争的话 你价格是没有任何优势的 所以你卖不掉 本身涨幅又很有限 比如说我打出的宣传标语 就是说您买了之后 然后一年给您的回款率是7% 多少 但您看的话 它算是一种带有商业性质的诈骗行为 去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吗 有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它可能能做到4%到5%的一个出租回报 那可能给你保证78% 那把这个R3就加到房价里面去吧 注售比 对呀对呀 实际上还是你自己的钱 之后慢慢给你还过去 那有的地方确实可以做到 比如说做那种旅游的 决定管理机团的那种 其实它是可以做到 它那个核东西都比较细 我借钱给泰国人 就从来没有一个有还过的 不可能的 泰国这个热情就是已经过头 他不知道他也跟你说 对 一定要报道你 一定要跟你说 错的我也跟你说 错也要说 那我们中国996或者干嘛 没钱都要加 这边是给钱人家都不要一家 当时我跟我老婆结婚的时候 就差点因为这个礼金给谈崩了 泰国人比较 这方面的面子比较看重 结婚的时候你这个礼金啊 排场要摆大 黄金 现金什么东西要摆起来 好